彰化县严品公园人潮满满满 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捍卫儿童福利园优惠 吃爆米花做棉花糖 现场还有幼幼台偶像在台上和小朋友们带动唱 现场气氛充满欢乐 先前宣布参选立委的彰化县议员张汉天 特别举办这场公益园优惠来推动保护儿童安全的观念 跟在现场发送宣导文宣 提醒家长与儿童要多注意陌生人靠近 更要拒绝肢体接触 对于虐童虐儿事件我们绝对是零龙人 尤其汉天进入立法院以后 一定要要求我们的民法跟我们的刑法 跟我们的儿杀法双管齐下进行修法 对于儿童安全议题张汉天特别关心 更强调要避免再有女儿的案件 一定要改善经济环境 让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希望透过未来修法 捍卫下一代的幸福权利 解张话综合报道